欢迎收看金融办公室的节目 好那么今天指数呢是创新高了 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呢是开高之后 今天呢盘中续创这个波段的新高 好那所以呢这一路以来很多人呢 那一路以来呢那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或者呢一路想太多的人 你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指数是不是一样 续创破断的新高 好所以其实呢这一路创新高的格局 或者说这多头格局它完全就没有改变 那当然创新高之后今天稍微有些震荡 好所以每次创新高之后震荡一下很正常 那尾盘拉回来一点点 那收盘的时候还是上涨 好建议上涨43点 那10822点左右 好所以我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还是要把好的股票锁定起来 然后积极来赚钱 那今天的盘呢在中场之后稍微有一点点震荡 那我们先从今天跌的股票开始讲好了 好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拉回的股票 那当然拉回的股票是非常强势 一路创新高 然后今天拉回的这档局势 好那么今天呢整理正在算相当的强 因为今天是分盘交易的第一天 那分盘交易第一天呢 通常也是影响最大的一天 那第一天之后呢 它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 然后就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好因为分盘交易只会影响短线 它不会影响方向 那短线上面震荡 第一天震荡非常的合理 不过以第一天的震荡来说 真的非常的强势 因为它这一路以来涨非常的多 对非常的强 所以这样的走势是非常的强劲 那也预告后面随时都会 随时会闯新高 好所以其实才说我把标股锁定好就对了 那拉回就要准备加码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那这个波段里面记得 那么真的走多头的时候 你最重要就是锁定标股 锁定会赚大钱的股票 那你只要把资金准备好 然后一路锁定 直接放手来赚大钱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说一档标股 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完全锁定 因为这样的效应是非常的大 那你会发现一档股票 你就可以直接赚大钱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人 或者你还不会这样操作的 那你还没有赚到一笔大钱的人 如果你是现在到现在 还没有赚到一笔大钱的朋友 那你一定要赶快来锁定好 那么我们的方式 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 那么一档股票 它要涨一大段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它锁定好 那重要的是 你千万不要只有买一点点而已 你刚才买的时候要买 然后刚压的时候要压 然后一大段上来 你会发现 你的资金会数有非常非常大的效益 那这种效益会让你的财富 你很大的很快的就能够增加出来 所以我说 你如果没有试过这种方式的 一定要试试看 好所以我们完全公开操作 然后也同步印证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真的很多可以赚钱的 而且空间很大 那更重要的是你要多少都有 对有量有价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赚大钱的机会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掌握都最强的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就一定要赶快 那记得我跟你讲了 这个阶段里面 你反正就是把标股锁定好就对了 你其实就把标股锁定好就对了 简单讲就是这样 你就锁定好那种要涨五成一倍 一倍两倍的股票 然后直接赚哪钱 好那么当然这一定是有新的题材 一定是有新东西 那新东西它就有新的空间 就有新的目标价 那这目标价差距很大的时候 就会变成所谓的标股 那尤其股性又活泼的 那这种股票你一定要一路锁定 所以我想你所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你都可以得到印证 所以我们也恭喜所有的朋友 这个波段以来 大家该赚钱的全部都赚钱了 那后面的话你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现在标股是一档一档准备要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都会非常清楚的看到 非常非常的强 那还没有跟上的人 那或者你还没有赚钱的人 那我希望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都是从一开始就全力锁定 所以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在一开始就全力锁定 所以买的时候那时候就七十几块钱 所以那时候真的你随便买多少都有 你真的可以买多少都可以 很多朋友放售大胆下去买之后 就发现差很多 因为你买下去之后你会发现 没有多久的时间你可以赚到很大一笔数字 那那个数字会有很大的贡献 就是说你会看到的不是那种 所谓几万块的获利而已 你会看到的是那种上百万的获利 你可以一次把它赚下来 所以我说一定要把握好就是这样 因为一档股票该锁定就要锁定 该加码就要加码 然后你就直接赚那一大段 他要涨一倍就赚一倍 他要涨两倍就赚两倍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就算你头尾去掉一点点 你一样可以赚大钱 所以这其实是对大家最好的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试过的 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全力掌握 你用这个方法来操作 然后直接赚大钱就可以了 所以这76块钱的时候就全力锁定 所以我说你该买的时候要买好 该加码说要加码 你该压的时候要压 你怎么买都可以赚 对你随便买都可以赚大钱 每一档都可以赚大钱 那我们全部都公开讲 所以呢你看节目的人 也一起可以同步赚大钱 好从七十几块钱到八字头 然后到八十几块钱 所以我说你要把握好吗 对明明就可以大赚了 那一档股票有这么大空间 而且是合理就会大涨空间的时候 那你当然要把握啊 所以我说你只要把你的资金准备好 准备好就可以了 你只要准备好你买股票钱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赚大钱了 那这个很合理就会上 很合理就会上去 好所以往上面到九十二块钱 是一路创新高 那有料有价 所以是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一起赚钱 除非是你不想赚 你如果不想要赚钱 那就没有办法了 但是如果你想赚钱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 怎么样带你来操作 该买的时候买 该加码说加码 该压说要压 然后一路创新高 好到九十块创新高 九八块创新高 对不对一路往上面走 对不对一路往上 那持续在往上 那人数越来越多 然后到往上面到107.5 续创破断的新高 已经三十一块半 所以没有多久的时间 就已经大赚三十几块了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当时轻轻松松 随便买十张的朋友 你都可以赚到三十万 那你买三十张的 就已经逼近要百万了 而且以他的成交量来说 你可以几百张下去 都绝对没有问题 好所以我说 一开始就跟你讲 那这就是大波段 那是营收跟数字 获利都会有很大的爆发性 现在人数非常多 而且还在一路往上 那么到最新公布的人数 已经到251万人的 预先登陆的人数 那后面还会更强 因为现在到正式上线之前 这个人数应该会值比三百万 那会非常惊人 那因为这个游戏是非常受瞩目的 而且在韩国已经刷新很多新高纪录 创下很多手游史上新高的纪录 所以在台湾会非常非常强 因为这以前在他的原始版 在之前天堂的时代里面 就是当时的第一代的手机游戏里面 第一代的桌上型游戏里面 那个时候最强最强的游戏 那个时候年着度究竟非常非常高 而且累积了大量的群众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营收跟获利从12月份开始 12月份你会看到正式开始往上 到1月大爆发 然后时间点也非常好 因为时间点从12月11号正式上线以后 那接下来有耶诞节 耶诞节之后有跨年 跨年之后有寒假 寒假之后有过年 过年之后你会看到 这一串接下去到了他的旺季 然后再往上会开放工程 好 那个又会更强 所以这一串上去的话 这不是一两个月的爆发而已 这会一路往上 所以营收跟获利都会很精彩 所以就合理就会大涨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 这个势必会大涨 所以有一大段空间的股票 你只要锁定起来 你其实就很容易赚钱 因为你当时只要随随便便 买30张的人 你都可以到百万的获利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你要赚一笔大钱 其实很容易 对一点都不难 你只要跟上来 然后同步进出就可以了 你该买的时候要买 你只要该买有买 该押有押 你该赚都赚到 对 你就直接赚哪钱 所以我说 你只要把你的资金准备好 对 就可以直接搞定 因为当时在76块钱的时候 那你如果在200万 或200多一点点的话 你大概买30张左右 大概200出头 你大概用210万左右 你可以买30张左右 那但是30张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获利 一张赚3万块钱 你30张就可以赚到90几万 那你也不过用了200出头 210万左右的成本 就可以赚到90几万 所以其实那没有多久 那很多人也都有这个资金 所以很多朋友 你用200万下去的 你现在就差不多 90几万的获利 而且随时都会刷新新高 所以我说 一定要把握好去 好好掌握一档股票 你反正就赚大钱 你要赚到大的数字 你赚到大的数字 那股票空间就要大 所以那空间大的股票 你锁定好之后 就一路来操作 所以随时都会刷新新高 今天算非常强了 因为分盘教育 第一天是 比较有影响的一天 大概就第一天的影响比较大 再来第二天就没什么影响 第三天开始就恢复正规 然后第四天也会开始往上 然后慢慢往上准备要创新高 所以不久之后 你马上就会看到 随时都会刷新新高 那后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档标股 好 所以我说 你就把后面成长进大家的股票 把它锁定起来就对了 尤其是现在开始爆发力大的 这都很容易会大涨 所以把资金准备好 就直接来赚大钱吧 就一路来赚大钱 那尤其买点都很漂亮 因为一进场之后就可以忙着赚 所以你会发现 买好之后这第二天就涨停了 那这也公开说 所以你看前一天买好 第二天直接涨停 直接涨停之后 你可以赚到足足一整根 足足一整根的涨停 好 那么再隔一天 今天创新高 今天续传播段新高 好 那3D感测用在脸部辨识上面 那么很多人只有以为 它就是一个3D感测而已 其实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好 因为3D感测用在脸部辨识上面 就是会来大数据运用的基础 好 因为所有的大数据的话 一开始的话都是要用脸部来辨识 那包括后面所用到的 包括是无人零售等等 用什么来辨识呢 其实很多就是这样 一开始这是入门的一个 一开始的辨识的基础 然后从这里开始累积出来的data 就是大数据的data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大趋势 那当然这个后面的话非常重要 所以大数据的基础 大数据的应用 这就是连接到这里来的 你不要以为它只是这样而已 它的目的就是要连接过来 所以这空间会很大 所以不只是现在苹果 还有包括其他东西 都会陆续采用 所以全世界的金元级封装 就只有两家而已 所以这会一路上 那10月的营收已经新高了 那后面还会更强 那11月比10月大 那12月比11月高 所以从现在开始 就是一路往上的意思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进场 就可以马上赚钱 进场之后马上赚掌停 掌停之后再续创新高 然后还会持续往上 所以我说你就把有爆发力的股票 掌握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赚钱 那这种股票都是这样 上去了之后就一大端 震荡一下之后再往上 那所以一定要把握好 就是你的资金 一定要放在后面 有大空间的股票 所以我才说你要把握好 我才跟大家讲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 但是这个你一定要 198表股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把握 198表股就这个意思 爆发力大的股票 那空间又够大的股票 然后股性又够活泼 所以可以让你马上赚钱 一档就可以发的 所以198表股 那你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198表股 让你一档就发的表股 你一定要把握好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你一定要赶快 因为一档就可以让你发 都非常独特 而且还是别人不知道的表股 那我都事前跟你讲 所以你有很充容的时间 你可以进去马上买好之后 然后就直接喷出去 那这就是我跟你说 你一档就可以发嘛 那一档就可以赚大钱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人 我说你其他什么都不用考虑 就赶快跟上来 因为真的一档就可以让你发 真的是这样子 我有公开跟你讲吧 有公开说吗 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吗 我是不是事前讲 是不是事前告诉你 而且是每个人都可以买的股票 每个人都可以操作的 有量有价 你还可以买很多的 都事前跟大家讲嘛 这样讲没错嘛 我事前就跟你说 这样子一档股票 那全部都新东西 然后都还没有反应 因为市场也不知道嘛 但是很快就会知道了 所以你一定要赶快 你一定要大家喷出之前 正准备要喷出的时候 我跟你说 一档就可以让你发 所以你只要把握好 你只要进来 你只要把你的资金告诉我 你是多少的资金准备要下来买 所以我都会很轻松的 帮你把它算好之后 告诉你 你怎么样可以很轻松的掌握 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说啊 很多朋友手上 你不一定要资金很多耶 你大概一百万的资金 其实就可以赚很多 因为一百万的资金 这大概二十块左右嘛 所以一张两万块嘛 所以你是不是一百万 你可以买五十张 对不对 这样没错嘛 所以你一百万买五十张 你知道你一次就可以大赚耶 你其实不用很多钱耶 你一百万资金就买五十张 买五十张之后你先买好 买好之后涨停 所以你是不是直接一档就可以发 对不对 一档就可以发嘛 那你买五十张 只要一百万的资金 对不对 五十张就够你赚 就绝对够你赚 因为涨了以后还会涨 全市场还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你说嘛 后面你就会看到他的利多 但是利多出来之前 我带你就先买好 先买好你就先赚 是不是 你可以在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连续涨停 你就涨不停 是不是你就直接赚钱 然后一路往上三根涨停 是不是连续创新高 那么今天震荡一下之后 今天续创新高了 还是一样涨不停 所以我就跟你说 一档就可以发嘛 这样讲没错吧 198标股 一档就可以发 一档就让你发 那本来就一档就让你发 因为都是别人不知道的题材 都是最拼保股票 都是市场还不知道 后面新的利多 对不对 新的题材 那我又事前跟你讲 你又可以先买好 你买好之后 然后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三根涨停 再创新高 请问你是不是一档就可以发 一档就够你赚了 对不对 你随便都50张 你100万就50张 50张你就直接发 是不是你就涨停 然后今天再创新高 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人 为什么我说 你根本不用想太多 因为你直接赚三根涨停 再创新高 你直接这样一路赚上去就好了 根本不用想太多 那都是新的东西 市场还不知道的 那你也不用问太多 因为到后面你就会知道 但是到时候 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就不会是现在这个价位了 所以呢 我才说198 你一定要跟上来 那么让你一档就发的标股 好198标股 我们欢迎大家 不管你资金大小 都一定要把握 因为都是非常非常 劲爆的题材 我再重复一次 给你的都是别人 不知道的东西 都是非常大的空间 就是因为是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我说一档就可以发 一档就让你发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你如果想要赚更多的 或者呢 你前面已经有赚到 你想要赚更多也没有关系 是只要你想要赚钱的人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 但是呢 一档就让你发的股票 你就一定要 对不对 一档就可以让你发的股票 你一定要吗 所以自己要好好把握了 还没有跟上的人 我还是跟你说 你就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直接赚 那么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所以呢 名单都在口袋里面了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的 就是都是别人不知道的 新的题材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更重要的怪了 好 那么 其实那个速度会很快 我再重复一次 真的赚钱速度会很快 所以呢 还是要说 你只要把你的钱准备好 然后直接赚钱就可以了 你准备好你的钱 我的意思是说 你准备好的是 你买股票的钱 你只要把这个规划好 你告诉我 你是100万 200万 300万在做 你只要做到这个部分 其他就可以了 那剩下来就是 你跟我们一起上车 掌握标股之后 直接赚打钱 而且都是别人 还不知道的题材 那别人不知道的题材 是最好 所以呢 还没有跟上的人 来 记得自己一定要把握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跟你说 你看其实这么短的时间 是连续再赚掌顶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人 等一下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之后 你要做的事情 就把你的电话拿起来 因为198标股 一档就可以让你发的标股 是你最需要把握的标股 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标股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 立即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来看看 你看涨停 赚涨停其实很容易 更重要的是 涨停涨停还涨不停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么所以呢 你要掌握标股 尤其是呢 最会让你赚钱的标股 好 能够让你马上就获利呢 甚至一次就可以 赚购的标股 所以我说呢 你一定要跟上来 就是因为 那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股票 所以呢 一档就可以让你发的股票呢 你当然一定要把握啦 那你其他有些有的没有的 或者你手上有一些 自己做差价等等 那个其实呢 你随便玩都可以 好 但是呢 真正可以让你一档 就马上赚钱 一档就发的股票 你当然一定要把握嘛 所以我说 其实这是很多人 现在一定要买的股票耶 一定要跟上来啊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因为这一波 其实指数一路创新高 到今年还在续创新高 但是我沿路都跟你说 你其实重点 只是在个股上面 你完全都不用管大盘 你不用担心大盘 反正呢 他就是一路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会震荡一下 震荡之后再创新高 但重点是 你只要把握标股这一波 你其实该赚的 你都可以赚得很轻松 所以我才跟你说嘛 你还没有跟上一定要快啊 真的这一波 你要好好地赚大钱啊 而且后面也是一样 好所以呢 因为有些人前面还没有赚到很多钱 或者有一些人前面还买不够多的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那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赚大钱 为了鼓励你呢 让你能够马上一起来把握 一档就让你发的标股 所以呢 才会说只收你定金 那只收你定金意思就是说 可以让你在很低很低的情况 就是呢 你几乎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 赶快来参与 那最重要不是在这里哦 最重要倒也不是在这个金额 有多低等等之类的 最重要是你可以直接把握标股啊 这个才重要嘛 你可以直接把握标股 而且你把握的不是那种 全世界都知道的标股哦 不是那种股票哦 你把握是别人不知道的标股哦 最有爆发力的标股哦 你把握是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哦 然后正要分出的股票哦 然后可以让你一档就赚的股票哦 可以让你一档马上就发的股票 所以我才说这个才重点嘛 所以定金其实也不是重点啊 虽然定金是很低 但重点是一档就让你发 对一档就让你赚 因为你买的都是别人还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新标股啊 而且还是最会标的标股 最强的标股 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跟上来就这个意思嘛 你不觉得这样差很多吗 因为你可以很轻松的直接赚涨停嘛 可以马上赚钱啊 而且你还不是赚一根涨停而已哦 一根涨停也没什么嘛 你是可以连续赚涨停哦 你是赚了以后再赚哦 你可以进场之后连续涨停 然后再涨停 你可以直接赚钱哦 你可以马上直接赚涨停哦 你可以一根一根一根的一路赚上去 一路闯进高 所以是不是市场还不知道的没错嘛 还不知道的没错嘛 大家还不熟悉的股票嘛 还不知道新标股嘛 那后面一定大家都会知道的 都会知道详细的东西呀 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钱嘛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呢 这就是一档就可以让你发 马上可以让你赚三根涨停 马上可以让你直接赚钱 所以你其实呢 资金也不用很多 你一百万 你当时可以很轻松的 一张两万块 你买五十张下去 然后你就涨停涨停涨停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每个人都会赚大钱 所以我说要把握好嘛 一档就让你发 都是很独特的标股 很独特的题材 所以其实都可以很轻松的赚嘛 很轻松的赚大钱啦 所以现在 重点就不是在指数 创新高以后震荡一下 或者震荡后创新高 其实反正最后 它都是一样要上去 但重点就是标股 尤其是标股啊 尤其是爆发力够大的标股 别人还不知道的标股 这个你就要把握好嘛 所以我说一定要跟上来就是这样啊 你就明明可以很轻松的三根涨停 然后一路创新高 甚至于新来的朋友还可以再多赚 你还不只是这一个 你还不只这里三根 其实还有一根 你还有今天又多一根 你今天又多一根 你今天除了手上三根涨停之外 你还又多一根涨停 我们往下面看 来我们来看看这里 那其实你除了成太三根涨停 你还可以再多一根涨停 一共四根涨停 你一样可以这样赚大钱 这是NVIDIA亚代区的总代理 同时是跟NVIDIA在AI上面合作最深的 也就是NVIDIA在台湾的AI认证伙伴 所以你知道 AI是后面NVIDIA要做的最重要的大事 也是全世界最看好的 那他在台湾的总代理 在台湾的AI认证伙伴 这档股票股价也只有20块钱附计 那么全市场还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跟我一起轻轻松松的 今天再来一根涨停 你可以三根涨停之外再多一根 对不对四根涨停 你可以这样赚钱 你可以赚得很快 然后全市场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赚 你可以不用管今天的盘面震荡 你可以不用管今天大盘 创新高以后稍微震荡一下 震荡一下合理 你今天一样可以再多赚一根涨停 马上就可以赚了 而且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买 每个人都可以赚钱 所以我说要把握好 这NVIDIA在台湾的总代理 同时也是NVIDIA AI在台湾的AI认证伙伴 那么跟美国一家挂牌公司合作 这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那是全球的总代理 同时就要引进私募的策略伙伴 那股价只有在20块钱附近 前三季的获利也非常强 所以我说你其实就直接把握 可以让你马上赚钱的股票不就好了吗 都不用想太多 所以我们这个破坏很清楚 这个目标很清楚 反正就是可以让你直接赚大钱的股票 空间很大的股票 所以我们把它锁定好之后 时间点到了该发动的时候 会一档一档发动 会一档接一档发动 那每一档我都可以告诉你 都可以让你直接赚大钱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一档就可以发 一档就可以让你赚 这是198标股系列 所以你还没有把握到的 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一八栋之后 都是直接开始往上喷出 而且是连续喷出 所以你不只是新来的朋友 今天可以直接现赚涨停之外 还有包括找一点点来的朋友 你一样可以 成泰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连续三根涨停 三根涨停之后还创新高 还在续创新高 一路往上涨还涨不停 还要再往上 所以就说一档就让你扒 对不对 一档就让你扒 因为这里非常特别 都是新的题材 全新的题材 而且都是后面空间很大的 都是新的订单 都是产业里的新东西 都是别人不知道的新故事 所以空间又够大 然后股价又是低档正开始起标 所以这一股股票是198系列里面 一档就可以让你扒的系列 所以称之为198标股 你一定要把握了 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 你直接来赚钱了 因为你赚到一档之后 你就会一档接一档赚 所以鼓励你第一档 就马上先赚钱再说 所以就先只收你定金 这个意思就是 希望你马上赚钱 所以一定要把握 只收你定金 务必把握 198标一档就扒 一起来把握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Yah 新闻达 考他们利用 有计划 您已经做到 其它的事 这辈子